比赛第34分钟 对方前锋有一个故意的灯塔动作 除了红牌的判法之外 禁赛肯定也是在所难免 而这场比赛 中国国卿也是在队长张林鹏的带领下 给球迷上演了一场史诗般的进球好戏 中国队在开场之后便占据着场面主动 比赛第6分钟 张远利用突破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 右侧任意球由朴城来处理 可惜曹云定顺势完成的远射 被对方形成了封堵 随后中国队又获得了中路的远距离任意球机会 皮球在经过横拨之后 这次又是曹云定用远射的方式结束了此次进攻 上半场比赛第18分钟 对方在征定过程中有一个走击动作 中国队也是连续三次获得了任意球机会 朴城主罚的皮球造成了禁区内一片混战 周辽随即的抢射在击中力柱之后 又被对方后卫挡进了自家球门 主裁判在经过短暂的迟疑之后 最终才认定进球有效 而且我们通过慢动作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了门线 两分钟之后 中国队继续展开攻势 又后卫无锡向内侧稍坐盘带 送出关键传球 周辽随即的停球衔接也是一气喝手 最后在对方两名后卫的家防之下低射入亡 中国队在短时间内并扩大了领先优势 随后张林鹏先是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 随即又利用灵巧的变相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任意球依旧由调成来处理 最后周辽在前点的位置勉强碰到了皮球 对手塔吉克斯坦队随后迎来了反击机位 郑征在左侧的防守也是显得非常稳健 通过合理的站位干扰了对手的射门 两分钟之后 郑征在防守中有较大的犯规嫌疑 虽然边才举其示意了中国队的犯规 但主裁判却没有吹停比赛 中国队直接通过中场的直塞打穿了对方的防线 最后 11号张远调整几步之后推设球门的圆角 帮助球队在比赛第27分钟再下一场 此时的国庆队员在场上越踢越有自信 这次通过中位的转移化解了对方的高位比抢 无锡获得球权之后大胆参与进攻 随即与朴承通过简单的配合 在右侧获得了传重的机会 这次又是周辽在点球点附近完成了一季高难度的攻门 可惜皮球最后偏出了右侧立重 比赛第32分钟 中国队通过左侧的直塞再次找到了机会 贵家康随即直接利用速度摆脱了对方的后卫 最后入攻前点的周辽将比分扩大至4比0 在上半场的中段 中国队的每次进攻都能造成很大的威胁 这次在中场化解对方的逼抢之后 由朴承拿球组织进攻 贵家康稍作观察将球传向进去 最后张林鹏在门前的倒挂金钩真是一高人胆大 随后比赛便出现了视频开头的画面 对方的队长有一个故意的犯规动作 而这样的行为也充分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球技越差脾气越大 几分钟之后中国队通过流畅的传递配合 再次撕开了对手的防线 这次是中场核心调成前叉至禁区获得了机会 只可惜最后的处理被对方门将出击化解 比赛第39分钟 中国队沿后场打出了一次精彩的团队配合 先是张林鹏在后腰位置送出了一脚精准长传 惠家康在左侧形成接应之后将球横敲至进去 中路的队友随即利用巧妙的处理将球回作 最后曹云定完成的迎球抽射让对方门将鞭长莫及 上半场第43分钟 中国队完成了这场比赛的第6例进球 惠家康在左侧送出脚后跟磕球之后 后场的队员通过简单的传递将球发展至中路30米区域 调成随即的拿球显得非常自信 最后闪开角度用左脚将球平抽至球门的死角 而对方门将甚至连扑球动作都没有做出 因为第一例进球出现在比赛的第19分钟 所以中国队只用了25分钟时间便上演了6球好戏 在随后的下半场比赛中 对方的防守动作越来越大 我们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受伤的情况 就踢得相对较为保守 最终6比0的比分也是保持到了比赛结束 第1话题 第2话题